为了提升太空人的如厕体验 最近NASA将价值2300万美元的太空马桶送上国际太空站 这是史上最贵的马桶 NASA新太空马桶全称是通用废物管理系统UWMS 重45公斤高71公分 比目前国际太空使用的厕所体积缩小65% 重量减轻40% 可整合到不同太空飞行系的生命支援系统 在零重力太空大肠也处于失重状态 因此无论怎么用力也无法向在地球顺利排便 只能透过强力气流将粪便和尿液从体内抽出 并保存在特立容器 UWMS的气流是由3D裂应的钛合金双风扇分离器产生 UWMS还配备另一项黑科技 就是尿液净化功能 可将太空人的尿液回收净化处理 重新变回可饮用的水 NASA太空人杰西卡梅尔表示 目前国际太空可回收90%包括尿液和汗液等水性液体 试图在国际太空站模拟地球的自然水循环